我們這邊是中後大學生的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位記者很有挑釁 然後目前我們就是在把它標記說 就是那些mHG的分類 那mHG 然後我們其實就是 因為這mHG分類它是 它原本是設計是用來標記 全世界的所有政黨的所有理體的所有平常 所以它就會比較general一點 對 然後就是那些做政治學員 他們其實是把它拿來分 我記得是56個國家的基大一個政黨 他們都可以用這個東西來分類 不過這也代表說它的東西 會比我們台灣比較遙遠一點 所以我們的想法是說 我們先把它用這個connecting分類 就是這些什麼擴增軍備啊 反帝國主義啊 台灣人根本就沒有在反帝國主義啊 所以就是我們 反正我們先把它表表看 表完之後我們會 然後我們再來去思考說 哪一些其實是有點 就是應該可以再細分的 或者是哪一些其實台灣讀不到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講話 我們的一些分類 例如說像 其實像社會正義它就分太多了 就是我們台灣其實講很多社會正義 可是如果全部都用這個社會正義這個標籤的話 實在是太 因為它也太 就是太濃厚這樣子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現在也在 就是因為分類這件事情其實是比較 還蠻複雜的 然後它其實會需要一些訣竅 然後我們現在是在就是 想辦法把這個訣竅給 從原本的這些英文翻成 就是浪漫的 把一些就是 讀書心得寫出來這樣子 然後這樣的話 然後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 可以一起加入我們 做這個分類 以及討論說到底哪一些 哪一些分類是比較適合 做台灣的總統選舉等等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是那個 政治時候追蹤網 然後目前的話就是 就是仍然是我們的老朋友 在進行code的reflection 大概是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